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务卿布林肯在最新表态中高调宣称 美对乌军员达到前所未有的约197亿美元 欧盟则在推进对俄罗斯的第九轮制裁计划 在俄乌冲突9个月后 我们还在讨论制裁 法国议员蒂埃里马里亚尼警告说 同时生效 前者将规定额石油售价必须低于所设价格 否则额石油运输将不能获得海市服务 如七国集团国家的金融和保险等 该机制需要得到欧盟27国的所有政府支持 原本计划于23日桥顶 然而据彭博社纽约时报等美媒报道 美国和亲乌克兰盟友推动的这一措施遭遇挫折 欧盟各国分歧严重 波兰拒绝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每桶65美元的价格 认为这个过高的上限对莫斯科太过转弱 有外交官透露 波兰坚持将价格定在每桶30美元 而拥有庞大航运业的希腊塞浦路斯和马尔他等国不希望邮价低于70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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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则将以惊人的速度攀升 24日 欧盟还在布鲁塞尔召开能源部长紧急会议 讨论对天然气限价以降低价格大幅上涨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但一些政府代表认为行不通 甚至称这是一个笑话 美联社报道说 在当天的会议上 各国未能克服严重的分歧 这表明与格乌冲突有关的能源危机已经将欧盟分裂成 几乎不可调和的阵景 除了石油限价 欧盟还在推进对俄罗斯的第九轮制裁计划 据路透社24日报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访 不符合格乌及其人民的利益 也符合法国利益 但不正常的是 欧盟正在助长冲突升级 而不是寻求和平 法国及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援党首玛丽纳勒庞23日在电视节目中称 法国应该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 尤其是凯撒自行榴弹炮 因为这会损害法国本国安全 我们今天转交给乌克兰的所有武器 都是从法国剥夺的 电爱里马里亚尼特别批评欧州议会正推动欧州与俄罗斯开战 他所说的是欧州议会23日投票通过 将俄罗斯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决议 这一做法引发俄罗斯强烈不满 俄观点报24日报道称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在Tolergram上发文称 欧州议会通过认定俄罗斯是恐怖主义资助者的决议 我提议把欧州议会认定为白痴主义的资助者